记者王湾仁台北报道 4440姓女子缺钱花用 被诈骗集团吸收成车手 在便利商店ATM平凡提领现金 替诈骗集团领则50多万 但她只拿到1万元酬劳 警方获报追查 前天寻现到她住处外埋伏 趁她要去参加同志大游行出门时赶人 她被赶后承认替诈骗集团领钱 还抱怨原本想去参加游行看看热闹 想不到被警方打乱计划 警方最后将她依诈其罪嫌送办 警方调查 近来有诈骗集团一家监警 网络购物物社分歧付款等诈骗老梗 骗走十多名被害人的提款卡与密码 诈骗集团在将提款卡与密码交由 透过网络征裁广告吸收成车手的灵性女子 只派她去便利商店ATM到领 林女上月频繁到台北市东元街附近的便利商店提领 警方获报追查 调阅上百只监视器画面后 根据林女车牌锁定她行踪 本月28日巡线到她新北市三重区住处外埋伏 趁她要出门参加同志大游行时赶人 林女被载后说她平时以打零工为生没有固定收入 近来工作难找 她有一餐没一餐 家中饲养的两只宠物狗更是没钱买饲料快要断吹 她上网找工作 迫于经济压力成为诈骗集团车手 她依对方指示先与另一名车手 后面取得提款卡与密码 再依电话指示去领钱后再将款项交给上线 并从提领金额当中分得 2.25%当作酬劳 她先后领走约50万元 分得1万元酬劳 警方说有缘请见到林女发型像男生一样帅气 有型好奇询问才知道她曾经交过多个女友 但因工作不稳陆续分手 她落得孤单一人才想去参加同志大游行看看热闹 警方除将她依诈其罪嫌宋办 也将追查幕后的诈骗集团